大家好,我是Siccela 我是沃阮 今天我要为您练的是 JC陪伴40天早晚 改掉就习惯,强化好习惯 记得选一本你喜欢的笔记本 写下每次JC问你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改掉就习惯 强化好习惯 记得帮你这次40天早晚 你想要改掉的旧习惯 或是你想要维持的好习惯 写进你的日记本里 每天早晚提醒自己 这40天你的目标 用每次JC 每天早晚问你的问题 带入自己想改变的 或改善的习惯中 来给掉你的旧习惯 强化你的好习惯 让我们开始吧 Let's start 1312天晚上 Evening 32 很多人对地球这些章话是很兴奋的 但有些人是对地球的这些改变 是非常惊恐不安的 对那些惊恐不安的人 我们建议你改变你的心智 因为改变症朝着你的地球而来 而最大的因就是人们对受苦的抗拒 我们所谓的受苦 不是说你喜不喜欢将要发生的这些 你要了解的是 这些只是你们先前许多的能量 思想和行为而成的最后的果 而呈现到现在的状况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既已成的果 你不喜欢是可以的 但言下你得接受 对于那些对未来小心意义和担心的人 事实上 你在做的事是你当下允许了负面的影响到你的频率 这表示未来会较不有利的 所以这个时候 对你们所有的人而言 很大很大的约束力是被要求的 你只专注在对你有益的 你只专注在对你有帮助的教导 你只专注在会发生的好事情 因此对你最有益的其中之一是在大自然里 因为大自然有潮起 潮落有周期 你可以看到风景是荒芜的和冷冽的 但总是有新的东西从地表上长出来 然后自然而然的春天来了 你看到秋天风足的水果 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 你可能会觉得悲伤 或你可能会觉得开心 这是你的选择 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周期的结束 这是一种去看现在你们的社会发生什么事的方法 这只是一个周期的结束 你不会为掉下来的苹果而哭泣 因为那季节结束了 你必不会哭 因为这个季节要结束了 你经历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深切的密集的关系 尽管那是个短暂的关系 无拘束的资本主义 增进你的生活并没有错 制作和销售东西并没有错 但当它的无拘束不加克制 你看到了结果 极端表现资本主义 我们远远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相信也知道要让人们成长 是能让你去当你独特的自己 去做你擅长的事情 跟别人交换 而得到某些回馈的东西 所以我们想要让你了解的是 这个原则不会去哪里 那些对未来而分心的人 你将会产生沮丧 没有动机 没有办法做决定 这就会影响你正向使用你能量的能力 所以这是有关宽恕的观念 当你看着这个世界 你对你自己说 天啊 真可怕 我们要死了 然后你感觉悲伤 幻灭 而且会感觉毫无意义 但当你看着这个世界 你对你自己说 啊 这是小我的游戏场 看看那个人伤害那个 看看那糟糕的情况 这些都是小我会做的 然后你转身离开 而不让这些苦扰你 嘲笑你确实想要的事情 所以这是你今晚的主张 当你在入睡阶段时 想想所有你爱的事情 想想所有你拥有的 说有成就你生活的经验 吸引你自己的 想想所有可爱的朋友 你拥有的家庭 想想你总是有运作很好的身体 大部分的你们 你们的身体 最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运作很不错的 谢谢你的眼睛 让你看见 谢谢你的耳朵 让你听见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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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时感到圆满 满足 生活是美好的 Life is good 这频率 生活是美好的 我是受到祝福的 将会是你想为你未来 说正直的 种子的频率 所以不要让新闻报道 居上了你 不要让世界发生的事情 决定你的感觉 小我在掌管这个世界 分裂是这个世界预先的设定 战争和饥荒被占了上风 这些都是小我的路径 不用一直对这些感到惊讶 但看着他们 说 啊 又来了 更多一样的罢了 谢谢小我 给我看你是怎么样的 谢谢小我 给我看你是谁 而现在我要去看我想做的 我决定往心内 感恩所有的事情 关于我的经验 或曾经 我被教导的 其呈现出我喜欢的 呈现出我不喜欢的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更好 而一起运作的 Everything is working together for good 虽然这些对你来说 是难以相信的 几年之后 你会看到 这只是一个周期的结束 是时间了 我是你说之的JC 我们明早再会 JC陪伴40天早晚 改掉就习惯 强化好习惯 以下十二天晚上 Everning 32 祝你们改掉 就习惯 强化好习惯 成功哦